文章来源 北美商业电讯 最新消息显示 在当前的中美贸易战中 舆论普遍认为 中国控制着很多关键的工业原材料 不过 欧洲最新的两项重大稀土项目表明 西方有机会保证未来的关键基础工艺 这两大项目分别来自挪威和格陵兰岛 6月中旬 挪威矿业公司Rail Earth Norway 在挪威南部的Fone Carbonatide Complex 发现了欧洲最大的稀土元素矿藏之一 据媒体报道 这一矿藏是在挪威议会投票 通过深海开采活动之后被发现的 该投票会在挪威偏远的北部海域 进行深海开采稀有矿物铺平了道路 也使挪威成为欧洲第一个 允许此类海底采矿活动的国家 差不多同一时间 纳斯达克上市公司Critical Metascope 宣布了一项收购协议 收购位于格陵兰岛的 据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关键基础矿床 6月10日 Critical Metascope签署协议 收购格陵兰岛 Tambres项目的控股权 据称该项目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床 一旦投入运营 预计该项目将为欧洲和北美供应稀土 6月18日 该公司宣布 已完成对Tambres收购的初始投资 该公司新闻稿称 这为这笔交易增添了更多信心 并进一步降低了交易风险 据该公司内部估计 Tambres总计拥有超过2800万吨稀土氧化物 其中近30%是最稀有的重稀土元素 HRE 鉴于在纽交所上市的MP Materials 拥有近300万吨的已知资源 且几乎全部是清稀土元素 LRE 市值就达到了22亿美元 那么Critical Metascope的估值 可能会被大幅上调 Critical Metascope首席执行官托尼 赛奇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Tambres是改变西方格局的稀土矿 也是Critical Metascope成为关键矿物领先供应商的关键一步 稀土金属常用日常的电子产品生产 也是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关键要素 这也使得Critical Metascope由着成为本世纪最重要的矿业公司之一的潜力 目前Critical Metascope正准备开发奥地利的沃尔夫斯堡里项目 也是欧洲首个获得全面许可的利矿 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仍在持续 双方竞争的焦点在于半导体芯片和稀土V之间的关系 2022年8月 美国政府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案 以促进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 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此举是对中国政府收紧稀土元素加者和石墨出口的回应 2023年底 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稀土出口的管制 随后禁止出口稀土提取技术 而问题在于未来的一切都与半导体芯片有关 包括人工智能军事防御等等都由芯片驱动 而如果没有必须的稀土元素 芯片就不可能制造出来 这就是Critical Metascope收购Tembrace 对于美国来说如此重要的原因 如果中国限制关键金属供应 该矿有可能成为西半球的主要稀土金属供应链 官网显示 Tembrace是一个47亿吨的条文侠 正常言露出矿体 有关该矿体的学术论文已有2000多篇 这一矿体还有大量具有经济价值的 钢 坦 泥 哈和稀土元素 据说这些矿物中近30%的体积和质量都很大 也是种稀土中最有价值的 该项目于2020年8月13日获得开采许可证 目前正在办理最终环境许可证 之后将在格陵兰开始采矿作业 目前采矿人员已经从400多个钻孔进行了近40万次化验 初步认为该矿还有2820万吨稀土养化物TRU 正是担心中国方面切断对西方的稀土原材料供应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川普在2019年提出了购买丹麦格陵兰岛的这个想法 现在格陵兰岛的矿产通过正常的企业收购渠道 陆入美国人手中 Tembrace之所以能成为关键 不仅是因为其规模庞大 还因为据估计该矿体的27.1%由更稀有 更有价值的重稀土元素HRE组成 相比之下 其他西方稀土矿商的资产中 HRE含量仅为0.03%至16% LRE氢稀土元素含量则更高 氢稀土元素主要用于用于制造磁铁 磁铁是电动汽车发动机 医疗设备 锋利物轮机和数据存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 重稀土元素对国防和重型武器至关重要 但也用于光纤 医疗设备和混合动力汽车 例如 一艘DDG-51宙斯盾驱逐舰需要5200磅稀土 而一架F-35战斗机需要近600磅稀土 因此 Critical Metascope可能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重稀土元素 矿床 另外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 Tembrace也具有极大的优势 全年都可以通过通往北大西洋的深水峡湾直接航运 实际上 Critical Metascope也将拥有欧洲首个获得全面许可的笔灰实况 6月初 Critical Metascope首席执行官托尼 赛奇称 该公司的奥地利沃尔福斯堡项目位于欧洲大型米进口市场附近 例如德国 比利时 法国 意大利和西班牙 以及匈牙利 德国 瑞典和英国的计划中的电池项目 该项目已获得永久许可 有望成为欧盟下一个生产铃矿 也是第一个生产电池集里的矿山 前业主已经进行了大量勘探和开发工作 我们期待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 推进我们对欧洲电动汽车供应链这一战略性和关键资产的开发计划 托尼赛奇补充道 Critical Metascope于2022年12月与宝马集团签署了具有约束力的长期的采购协议 沃尔福斯堡预计将于2026年完工 Critical Metascope将于2027年向宝马供应链 在今年6月 宝马向Critical Metascope支付了1500万美元的预付款 Critical Metascope将通过对交付的利益进行等额抵消的方式偿还 同时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 European Lithium签署协议 将在沙特阿拉伯与Obecon Investment Group建立合资企业 Critical Metascope预计将从该合资企业中获益 Critical Metascope的首要目标是成为欧洲综合电池供应链中 第一家本地电池机理供应商 并且确保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藏之一用于国防 以下是关键资源领域中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公司 碧合璧托集团NYSE BHP是一家全球资源巨头 其多元化投资组合涵盖铁矿石 铜 煤炭 镍和能源业务 碧合璧托在澳大利亚和美洲的业务规模巨大 令人印象深刻 FMC Corporation NYSE FMC总部位于美国费城的FMC Corporation 是一家全球农业科学公司 为全球种植者提供创新技术 并在可充电电池和其他高科技应用的里领域拥有大量股份 该公司的农产品有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和质量 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 Lithium Americas NYSE LAG受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 对锂离子电池需求不断增长的推动 该公司已成为锂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位于内华达州的Faker Pass项目 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锂资源之一 Alberma Corporation NYSE Elb是全球特种化学品的领导者 也是全球最大的锂生产商 其在锂市场的突出地位 与电动汽车电池需求的激增相吻合 而电动汽车电池是该公司的主要增长动力 Alberma的多元化产品组合 含盖锈 催化剂和药品 Piedmont Lithium Limited Nasdaq PLL 是一家澳大利亚矿业公司 专注于开发美国锂资源 其位于北卡罗莱纳州的旗舰项目 预计每年将生产大量氢氧化锂 满足对锂基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Piedmont Lithium与LGChem等行业领导者 具有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 MP Materials Corp NYSE MP在美国拥有独特的地位 是唯一一家拥有全套稀土开采和加工设施的运营商 该公司专注于生产稀土氧化物和金属 这些是各种技术的关键部件 鉴于可再生能源和电子等新兴行业 对这些材料的需求不断增长 这一点尤为重要 Rare Element Resources Ltd TSX RAS 致力于稀土元素Gib的勘探和开发 稀土元素是清洁能源技术的关键组成部分 该公司位于淮俄明州的旗舰项目 Baren Lodge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稀土矿床之一 对全球稀土供应具有巨大的贡献潜力 Avalon Advanced Materials Inc TSX AVL是一家加拿大公司 专门为不同行业开发和制造特种材料 Avalon在电子、航空航天和生物医学应用中 使用的高纯度金属和合金方面拥有专业知识 专注于开发用于储能解决方案的材料 尤其是锂离子和固态电池 First Quantum Minerals Ltd TSX FM是一家加拿大矿业和金属公司 拥有多元化的全球投资组合 该公司的业务遍及多个国家 包括铜、镍、金和鑫的生产 澳大利亚矿业公司 Alcom Limited TSX8 是锂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该公司在澳大利亚、阿根廷和加拿大 拥有多元化的锂项目组合 包括在锂资源丰富的 阿塔卡马岩爪的大量业务 这使其成为全球锂供应链的主要贡献者 Alcom的锂生产一体化方法 涵盖勘探、生产和精链 加拿大矿业巨头 Tech Resources Limited TSX Tech 是新合同的主要生产商 该公司在加拿大、美国 智利和秘鲁的广泛业务 为这些基本金属的全球供应 做出了巨大贡献 Tech的新产量尤其引人注目 因为它在各种电池技术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都在对手中先发挥着关键